特别注意,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这边的变化是什么呢?这个数字,只要我们先产生什么? 只要产生这边是1,2,3,4,5,6,7,8,一直到32的话,那基本上呢,我就可以足够把 产生的这个数字丢到这个index的这个第2个参数,那我就可以完成我要的结果了 OK,所以我可能要什么?先产生那个1到32的一个数字表格,那怎么样产生数字表格,接下来可能要又要讲另外一个函数了,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又比前面的难度还要更高一些一些,但是相对之下还是蛮有趣的 首先的话,你可能还要了解解释识与参照里面的另外一个函数,叫column,没有S,column,column指的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那不要传任何参数给他,你按确定 他会自动出现什么?出现他现在在哪一栏?column就顾名自己是栏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用column函数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第4栏,那你如果拉过去就变第5第6第7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个数字变成1的话,那我只要做什么? -3,对,OK,剪掉3之后,然后把它向右拉 -1,2,3,4了,当问题如果你向下再拉的话,他就变成还是1,2,3,因为他不会管说你现在在哪一栏,他只会管说你现在在哪一栏而已 OK,好,那如果说今天,我希望向右拉的时候,在第2列的时候,他就是维持一样,1,2,3,4,可是我向下拉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帮我加多少? 因为我4个栏位,所以自动帮我加4的倍,比如说这个后面的话,自动再加什么? 加这个加4,然后变5,6,7,8,那再下来的话,就加4的两倍,有没有? 因为这边我变4乘2了,再加8,变9,10,11,12,有没有?5,6,7,8,9,那这个后面的话,再加4的几倍? 4的三倍,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规则,什么规则? 就是说呢,我假设向下拖拉的时候呢,那我下一列哦,有没有?下一列我只要增加一列呢,那我就加4的一倍,4的两倍,4的三倍 那所以我们可以理出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后面呢,跟列有关,所以后面只要加上什么? 加的话呢,那你可以,我在加之前,我可以先在旁边,旁边这边地方,你可以插入函数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列,列的话呢,在函数里面有一个,就是叫Raw,Raw的话就是指的是哪一列? 那你如果按确定的话,直接按确定,你会不然向下拉,有没有? 他就是,现在在第二列,第三,第四,第九列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假设我要把这个列,直接跟刚刚的Colent结合的话,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在这一列的时候,第二列的时候,我不要加4的倍数,所以我可以把它剪掉2 但剪完之后记得,你可以把它刮5 刮5是另外先减,然后乘以多少?乘以4,因为我们总共有4栏 打勾之后的话,你会发现有0,向下拉 你会发现哦,他这个说,这个是加4的0倍,就是不加 这个是加4,加4的1倍,4的2倍,4的3倍 所以这个公式刚好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加上这个4的几倍,那根据什么呢?我向下多一列,我就增加4的1倍,2倍,3倍 这应该简单的数学运算哦 那如果我,再来我怎么样?我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放到这个后面来,有没有?加上什么呢? 那我用打了,Raw,你就直接打Raw,小刮糊 OK,然后呢,剪掉2,为什么剪掉2?因为我现在在第二列,第二列的话,我不要去加上4的倍数 那Raw是4的几倍的意思,那后面再乘上多少?乘上4 意思是说,我现在这一列,我不要加上4的1倍,可是我向下的话呢 那这个Raw就变3,3剪掉2,那就变成1 1乘上4,就刚好4的1倍,向下 第四列的话呢,就是4减掉2,就乘上2,就4的2倍,因此类推 所以我这种简单的公式呢,打勾之后的话,那你会发现我向右 再向下 你会发现刚好1到32了 那如果有这个1到32的话呢,那我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就可以直接放到那个index 的第二个参数 向下拉,结果就 出来了 那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边可能要多 再学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column 记得里面小瓜糊不要放东西 Raw,一样是小瓜糊 特别注意,这个是缆,在哪一缆 回来一定是数字,他不会 给你什么DEFG 他只会说第四缆 第五缆 OK 类似的 所以要减掉3 那Raw的话呢,是在哪一列 我们现在在 这个目前在第2列 OK 那2 为什么要减2 因为我 这个地方不需要加10的倍数 等到我下一列才要加10的倍数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先把 这一个 所谓的那个 1到32的一个数字表格 先做出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就是怎么样 再把那个 column跟Raw 这两个函数呢 分别跟 刚刚的index结合的话 那这部分就 可以做出结果来 可以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 给结合在一起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